美国国务院证实 国务卿布林肯将在这个月26号到28号 在华谷接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声明提到双方将讨论一系列双边区域和全球议题 作为持续负责任管理美中关系 以及维持沟通管道畅通的一部分 美国总统拜登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巴黎岛会谈后已经343天没有直接对话 虽然习近平还没正式宣布 是否亲自出席下个月的APEC领袖会议 但种种迹象显示 北京在位睽違六年半可能的习近平访美做准备 今年六月起包括布林肯在内 四名拜登革员先后访问北京 王毅是第一位回访的中方官员 白宫资深官员表示 王毅将和布林肯及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讨论以色列哈马斯冲突 俄乌战争 以及上周末中国和菲律宾的南海船只碰撞事件 另一方面美中军事关系也有解冻迹象 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 美国接受中国邀请出席香山论坛 也期望下个月的东协防长扩大会议 美中防长能再有对话机会 这个星期澳洲总理埃班尼斯访问华府 接着在11月4号到7号访问北京上海 埃班尼斯将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谈 而这也是七年来首次有澳洲总理访问中国 北京和澳洲美国恢复交流 外交政策看似趋向温和 但不代表拜登跟习近平的峰会 就能推进实职协议 和去年一样 拜习两人如果能坐下来谈 这就是最大成果 TVBS新闻倪佳辉 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